阿帕契直升机拍照案 桃园地检署上周五宣布全案不起诉 引发了民众对军方的不满 有些民众还到军方的脸书去洗版 国防部强调绝对没有袒护 也会对相关的法律来进行检讨 另外,虽然桃园地检署不起诉 不过泄密罪案件将会依照刑事诉讼法 送高检署在意 艺人李倩荣等人进入营区 和陆军Apachi直升机合照疑似泄密案件 负责侦办的桃园地检署上周五确定 全案不起诉引发民众不满 认为本案会变成违纪但不违法 都是因为国防部未将陆航特六栋腰旅 龙城营区列为要塞堡垒管支区 不少人为此到国防部发言人 和多个军事机关的脸书上洗版 甚至还有超过二十万位网友连署 想要比照李倩荣等人参观Apachi 国防部为此举行记者会强调 配合检方调查 绝无袒护相关人员 也表示会针对相关法律和内部规定进行检讨 另外,性命罪是本刑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案件 虽然本案不起诉 但逃检依刑事诉讼法规定 还是要送高检署在意 至于民众想要参观Apachi 国防部表示 未来会在营区开放活动中展示 或者机关团体民众 也可组团向国防部提出申请 不要有所谓的入籍人士 或者港澳人士 当然他就可以来参观 所以可以这样解释 如果今天你是营区的主官 你会去接散客吗 今天给你来一个 上午九点钟来一个 十点钟来一个 或一分钟来一个 你会受得了吗 那我们的部队的战备训练 全部都不要搞了 另外因为本案遭监察院弹劾的飞官老乃成 服役年限到一百零七年七月 他这次没被起诉 是否能够复飞 军方表示首先要看弹劾案 送工程会后的处分为何 如果未来老乃成还能留在军中 提出复飞申请 也要进一步评估审核 至于老乃成如果找到太厨 是否需要赔偿过去授寻经费 军方表示还要进一步了解 记者张雄谢其文台北报道